各位你們好,我是卡洛斯 這段時間玩360玩到錯誤了 越玩越過癮,試過貼車頂 試過駕駛著8K到處走 今天我又想試一下別的東西 我就3D打印了這些配件 把我最喜歡玩的兩樣東西結合一齊來玩 其中一樣就是360 第二樣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韓拍機 這個設計就是剛剛好 這個在重心讀 我是參考過別人設計的 有些人就將韓拍機放在上面 韓拍機主要就是拍地面的東西 你將它放在背後就只是拍天空 而那個360看下來就看到那個機 就阻礙下面的景物 所以我就會選擇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怎樣 就是吊在下面 炒機兩架一起炒 沒有一架Mavic 2 Pro 沒有一架360 ONE X 我不知道效果可不可以 儘管試一下 那一架我會把這個機放在底下 然後就起飛 先開機 那一架我會試三個地方飛 第一就是在室內飛 第二就是有他操場 成功我才會飛出面 室內飛其實兩架機都不會塞 如果撞到牆都不會大損壞 不過就要你自己控制姿態模式非常好 那什麼叫姿態模式 姿態模式就是沒有GPS之下飛行 還有我估計到 這架機背了兒子之後 它是會很不穩定的 因為它已經跟它自己本身的重量不同 或者氣壓定高也會阻礙了 或者它的避障 視覺避障都會阻礙了 所以一定要靠姿態模式控制 那你自己要控制得很好 如果出去有蓋操場 撞場機會小了一點 我覺得也是最安全的 這架機也不會飛得太遠 而最危險就是出去外面 有GPS不需要姿態模式 控制都容易 也不會撞到場 但是又擔心第二件事就是 這架機會不會影響到它的發射和接收呢 如果影響到發射和接收 會不會這架機失聯呢 會不會回不來呢 這些都是我擔心的 所以待會就會小心翼翼地去試 家裡的小朋友不要學 我怕我會抵规到 太陽可以再切開 沒有心情 那裡是有柔子 但是不足的 我覺得這個大冊子 也會hm等到 黑塵 我應該會去試戰 如果你不能再打開 它測到 這架機會雷 也與我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